哈囉 大家好 我是Kyewan 今天我們來快速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盞 Aputure MC RGB 彩色攝影燈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OK 所以我們盒子裡就有 MC 攝影燈 一本小小的說明書 還有一個小小的收納袋 所以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小小軟軟QQ的柔光罩 那這個柔光罩可以讓很多小光源的燈珠 變成一個比較大光源的燈珠 這樣才不會有非常多的影子 亂七八糟 那盒子裡還有附一條 USB Type-C的線 還有兩組的魔鬼氈 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我們的Aputure MC吧 那我們Aputure MC加上柔光罩的重量 加起來175公克 那就跟你一萬毫安培的行動電源差不多重量 帶出門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那Aputure MC燈前面有兩層保護貼 一層是比較軟的 就是可以丟掉 那第二層是比較硬的 它就是有點像玻璃保護貼的概念 你手機玻璃保護貼 所以它也可以保護你燈前面的表面 讓它不要一直被刮傷 Aputure附的這個小袋子是頗棒的 前面就是放你的工具 後面就是放你的燈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吊鉤 可以掛在你的神奇的背包旁邊 超棒 但是我自己是不會用這個袋子啦 因為我喜歡就直接把它丟到背包裡面 因為這這麼小 還帶一個這樣子 反正就丟到背包裡非常輕鬆 或者是你直接把它放到口袋裡 都沒有問題 第一個我發現的問題就是Aputure MC 如果放到果凍柔光罩裡面 其實色溫改變還蠻大的 所以這裡需要注意一下 上面有一個OLED螢幕 可以讓你看到所有的設定功能 但是我覺得它的亮度有點太亮了 在戶外當然是OK 但是到了室內 它也不能去調整它的亮暗啊 那它的充電的時候 它也會一直亮著 它沒有辦法去把它關掉 好 第一個模式 我們來到了CCT模式 然後我先射到5600K 百分百處理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這些燈都太亮了 但是這一盞燈主要 我覺得會買這一盞燈 應該就是要它的RGB功能 而不是它的CCT 如果你要CCT色溫模式的話 你應該就去買一個MX MX會出力多很多 那這個MC主要是Color 那我們就直接略過CCT模式 我們直接來到了HSI的色相飽和度 跟明度的部分 那色相是360度 那這一盞燈是用一度一度去調整 所以你會有360種不同的顏色 接下來我們來到彩度的部分 那彩度呢 它是用彩色RGB的燈 加上兩個 WW有黃色跟藍光 混合出來的5600K的燈 混合在一起 所以你如果降低你的飽和度的話 它就會變成5600K的燈 那接著HSI 我們到了明度的部分 那明度呢 你來調整 不會碰到任何色相的部分 也不會碰到飽和度的部分 你只會調整 出力 就是 你不管是1% 或者是100% 你的顏色都會是一樣的 這就是明度的部分 在這個HSI模式裡面 你就可以輕鬆的去 重置你這個顏色 像是我現在是175度的 有點像 藍藍綠綠的顏色 那如果你下次想要重現這個顏色的話 你就調到175度 那顏色就會一模一樣 那如果你有一個更大的平板燈 它也可以去調HSI的話 你就調到175度 理論上顏色也會是一模一樣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混合各種 不同的光源 那在這個色相模式 它的出力也不會強到哪裡去 它就是一個提升 氛圍的一小燈 就這樣 如果你想要更強的出力 你就要買更貴更大的平板燈 或者是多買幾個 或者是你的環境非常的昏暗 像這樣子 非常昏暗 你就可以拿這盞燈 當作一個 很像是 小小夜燈的感覺 你就可以創造出一些很酷炫的效果 然後我們結束這個色相調整模式 就是我們接下來到了 FX 特效模式 所以它的特效我們就把它念出來好 有一個是閃光燈的特效 一個是煙火特效 壞掉燈泡特效 電視特效 就是看起來像你在看螢幕的特效 閃電特效 Party特效 然後就是一直輪回你的色相 那還有Pulsing 就是亮亮暗暗的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Cop Car 我覺得這個效果真的是超棒的 Cop Car 還有我們的火 這個火的效果也不錯 我們把它調到100% 我們感覺就像在 煙火晚會 但我發現一個問題在特效模式中 你只能調整它的明度 你不能調整任何的色相 或者是它的顏色 我拿這個Party Mode做舉例好了 如果你想要讓這個 色彩輪回快一點 你就只能用你的App去調整 那你現在只能調你的亮一點 暗一點 那你的飽和度 我覺得哇塞 這怎麼那麼鮮豔 我想要讓它飽和 降低一點 那我這裡也不能調整 NEO AG App裡面 所以就 App連接 就感覺這一盞燈 你就是需要去用App 如果你想要玩特效 你就要用App 那如果你只是用CCT 或者是HSI 色相調整模式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 輕鬆的在這一盞燈裡面 直接去調整 那在特效模式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現在把明度 調到100%超亮 你把它關機 再開機 它的明度又會回到50% 不管是哪一個特效都一樣 我覺得非常麻煩 如果你想要省一下電關掉 然後再打開 結果明度就不一樣 真的是非常麻煩 但是CCT跟HSI模式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只有在 特效模式有這個問題 我還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在 這個特效模式的Party 就只有這個模式有這個問題 如果你在Party模式 你切換回 HSI模式 你把你的 飽和度降低到0 我們再回到Party模式 Party 我的Party模式就變成 白光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但它就變成一個 白光跟黃光的混合 它就沒有任何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Bug吧 因為 理論上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剛剛的HSI飽和度 就不會影響到其他的特效 像是Cupcar啊 Fire 跟我們的煙火吧 Fire Works Yep 都不會去影響到 只會影響到Party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你如果要 讓你的Party 繼續有那個 很歡樂的色相調整 那你就只能再回到HSI 或者是 再拿出你的手機 你的App來調整 真的是 很麻煩啦 那這盞燈全處理的話 它真的可以用兩個多小時 超級厲害 超級迷你一個小燈 而且內建電池真的非常厲害 那它充電的時間 差不多是在110分鐘 就差不多在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如果你有兩盞這個燈 一盞在充電 一盞在用 剛好可以完全的交換 就是 沒電了 去充電 然後把那個正在充電的拿來用 超級完美 這一盞燈我已經升級到V2 所以現在有多一個叫做 自訂的特效 你就要拿你的App出來 但是這個自訂的特效 現在 還是只有iOS有 Android還沒有出現 所以真的是 Aputure都喜歡 讓iOS先拿到這些軟體 然後Android都先放生 然後過幾個月才出來 Aputure這間公司做的App 我覺得非常有趣 像是它現在有一個叫做PickerFX 特效模式 我們就可以來挑選我們想要的顏色 像是現在是紅色 綠色 紅色 那我們現在把這段錄起來之後 我們儲存 我們就可以重現剛剛發生的事情 紅色 綠色 紅色 那我們如果喜歡這個效果的話 我們還可以把它直接儲存到我們的Aputure燈本體 我們就 HSI 上傳 我們就傳到了燈本體 那我們把平板丟到旁邊之後 我們可以選上面這一個 Custom Effect 我們就可以直接挑選我們剛剛的效果 直接重現 我們目前根本沒有連線藍牙 我們就是可以直接 存到燈裡面 剛剛的效果 這個非常酷炫 所以如果像是有一個舞台表演的話 然後它的燈效果 一直變換 那如果你想要重現那個效果的話 你就拿你的手機 去錄下 那個片段 它可以錄120秒直長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存到 這個MC燈裡面 你就可以重現那個效果 真的是 超級酷炫 我相信沒有 目前沒有任何燈是可以辦到這件事情的 但是Aputure這間公司就是非常神奇 做得出來 真的是超帥 那這個自訂特效模式 一樣還是只能調整明度的部分 就是亮暗 你不能調整彩度啊 或者是你要更改 你要更改任何設定 你就要回到平板去設定 Aputure的App真的是 到現在問題還是超多 它雖然更新很多版本 但問題還是超多 主要我覺得還是連線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重新連線 重新打開App 重新連線 你每一次都要等 差不多30秒到1分鐘 就是你要等它 不知道它在跑什麼東西 你就要等它 你才能重新連線 但有的時候 它跑完那個30秒1分鐘之後 還是沒有重新連線 然後你就要把整個App關掉 甚至把你的藍牙關掉 全部重開 反正就非常複雜 那但是Aputure AMC的價錢 真的是壓得很漂亮 它在100美金以下 所以如果你要比 其他的燈管啊 或者是平板燈 超大的平板燈 那種都超貴 都是幾千塊美金起跳 那這個100元美金 你可以買個10盞 嗯 做的效果是不是又更多 更特別 你可以發揮更多創意 做更多的事情 這一載Aputure AMC 我覺得它就有點像是 玩具小燈 就是玩完就好 你也沒辦法去做更多的事情 因為它的App真的是問題非常多 它的App有點像是 加分上去 因為它的功能非常多 非常特別 其他公司沒有 但是它要扣分下來 就它的穩定性啊 還有 就很多問題嘛 那如果它把App用好 希望是 讓App去把這盞燈加分 而不是 又加分又扣分 這樣很奇怪啊 要做就把它做好嘛 嘿嘿 好啦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Aputure AMC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在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瘋狂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